美军在军工产品领域,往往喜欢创新概念,总想造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。 2018年6月,美国媒体又报道称,美国海军正在研制一种新的导弹,从而使其潜艇获得新的突破性进攻能力,新的构想,美军到底在研究什么新技术,各方的一致看法。 这是一种多用途导弹,功能之一,具备防空的能力,由于相关报道中称,这款前所为之的武器,将把一个现有的美国海军平台,与一种现有能力相结合。 许多人由此认为,它很可能是标准6导弹的前射型,标准6导弹为目前美军唯一一款符合多用途要求的型号,也是相当成熟的技术。 原位防空导弹,目前正在实时改为反舰导弹的工作,也具有打击电面目标的能力,反潜机,但是有关的说法有待证明。 但是这回美军要抢先解决前射防空导弹的想法非常明确,我们也许可以将前射防空导弹这项技术称为。 决技,这一技术到目前为止,虽有多国家一研究,但是之间无以国成功列抓,如果美军成功解决相关的技术,将其投入应用。 那么美军和潜艇不仅能打击军舰,毁灭程式,还可打飞机,真的相当无敌了。 但是这个说法更像一个骗局,属于一项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技术。 潜艇,其实我军也研究过潜射防空导弹,从有关国产032型试验潜艇的介绍中,可以发现有关测试国产潜射防空导弹的介绍。 科技我军早饰演过,科士在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,又可以证实,仅仅是技术研究,却没有列装的记录。 许多国家都研究潜射防空导弹,比如,德国的独眼巨人导弹,但是仅限于研发而没有列装, 额制击落级潜艇,在早期的部分型号上,也在指挥塔内安装一个伸缩式的防空导弹发射装置,可以在水面状态下,发射搭兵防空导弹,但是后来也拆除了。 标准又如此原因很简单,从战术上说,潜艇已隐蔽为第一要物,易于雷为武器,具备打飞机的能力与这个要求矛盾了。 二战时,德军曾试验给潜艇多加装防空炮,弄出防空型,打算与板前机队拼命,结果试用后,认为是个败笔,最终不得不取消。 很早以前,防空功能就被要求从潜艇中删除了,这一点也被广泛的接受了,类似的原因还有潜艇上的舰炮,原本早期是安装舰炮的,以用来打击水面目标。 后来发现不使用就给拆了,标准又是射,战术上不受欢迎,以牺牲以弊性为代价不能接受。 技术上更是难题,潜艇本来是凭借还是以掩护自己,也一样阻挡了潜艇对办前机的探测能力。 那么,如何发现与试别目标,都成了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。 故而,各国也就没有发展潜射防空导弹的需求了。 美军突然对这一技术感兴趣让人相当意外,也许仅仅是一个技术探索性的研究,而不是一个实用项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